可以看到就是這輛小客車 凌晨十分然就這樣 卡在路邊的矮木蟲 動也不動 那麼疑似是致狀 但因為當時外頭下雨 導致車內玻璃都是霧 讓人擔心車內駕駛到底情況違和 於是趕緊請警方來一探究竟 最後在驅除霧後才發現 原來駕駛桌上睡了一個人 趕緊把駕駛給叫醒 這才確定駕駛沒有受傷 但為何會開到一半呢 自裝矮木蟲不知道 而且還睡著了 那麼駕駛變成是自己太累了 但警方仍然就懷疑 最後替駕駛坐了酒測 酒測值0.3 這才確定原來是駕駛酒駕 那樣貨心虛不敢說 那麼全按依酒駕相關辦法 將駕駛送辦